準備過年的國內疫情 1月19日本土新增一萬八千零二十四例 死亡四十八例 較上週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點四 但是真的可以鬆懈嗎 台的工委學院教授陳秀希表示 國內疫情雖持續下探 但中正個案數及死亡數已連三週上升 均以六十五歲以上族群成長幅度最高 專家詹長泉也說 台灣人處於Omicron變異體流行時代 新冠什麼時候會下降到 跟其他病毒一樣的 這個有待觀察 這個我們大概也沒有辦法預測說 今年明年或後年才會達到 春節期間所有診所都歇業 民眾擔憂若快篩羊怎麼辦 指揮中心宣布啟動春節專案 人會開設視訊門診 可提供開例抗病毒口服藥物 有任何問題 還有二十四小時熱衣諮詢專線 全省供一百九十二間醫院配合 民眾可上疾管書網站查詢資訊 訣問官在預告 口罩第二階段解禁室內不帶照 有望在一月底宣布 但也有專家預測 可能三月還會再現疫情高峰 不少疫苗已經打好打滿的民眾 質疑是否還要再打疫苗 多追加一劑 我想可能是一定會打這一劑 一定會打的 我想是鼓勵大家會去打的 與病毒共存 雖然防疫規定逐漸鬆綁 但是要完全脫離新冠疫情 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謝謝張佑 慈陽宗艷 台北報導